棺材板突然飞了起来 随后死去的校长从棺材里面爬了出来 他似乎被某种恶鬼上身了 随即就要屠露了在场的所有学生 这是一座研究超自然现象的学院 但是创建这座学院的校长却不幸身亡了 在追悼会当天助手放了一段校长死前录制的遗言 校长为了证明超自然现象的存在决定 当着他们的念召唤精灵 伴随着一连串听不懂的咒语会场上的灯光突然熄灭了 因为校长念错了咒语召唤来的是恶魔 下一秒棺材板就飞了出去 校长竟然从棺材里面爬了出来 一个女孩在慌乱中丢掉了眼睛 还没等她找到校长便冲过来攻击她 好在校长的女儿玛雅及时赶来打走她 随后用脚摁住棺材板再次把她关了回去 玛雅为了让大家不这么害怕便说这只是一场戏而已 可还没等她说完校长又从棺材里冒出来了 一脚把玛雅踢飞出去 随后趁乱逃离了现场 校长如果不除掉将会是一个极大的危险 很有可能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暗杀学生 为了找到校长他们找了几个能人意识 使用手上的小装置就能够通过灵力检测校长的位置 于是他们一伙人便跟着装置的指向找不去 最终来到了一条走廊感受到了强大的灵力 先前弄丢眼镜的那个女孩竟然也被附身了 她冲过来发起攻击 被男生一拳打倒在地 捡起眼镜之后又再一次发起攻击成功扑倒了一人 可她只是被附身的人并没有多强的力量 被男生按在地上一拳又一拳 她突然吐出了大量恶心的液体 随后趁机逃离了现场 玛雅赶忙跟了上去 如果要除掉恶魔则必须要杀掉作为本体的校长 追着追着突然冲到了一个温馨的房间里 校长竟然好端端地坐在眼前 还说那一切确实只是一场戏而已 非常自责自己因为工作问题没能好好地陪她 玛雅也因此受到触动扑到父亲的怀里痛了 过了许久她要离开的时候 父亲却在后面偷偷亮出了力爪 可还没等她发起攻击 玛雅竟然也掏出了一把大斧头 因为她知道恶魔就是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 父亲刚刚让她泪流满面的这番话 就像是在对号入座一般 随后静止朝父亲的头砍过去 原来这仍然是那个恶魔而不是父亲 而这里也不是温馨的房子 而是充满刑具的地牢 先前看到的一切都是幻想案 安排好父亲的后事之后 玛雅来到外面休息 可这时候天上突然出现一道光 伴随着光下来的是一个全身赤裸的上司 呜 眩しかった